欣賞的美人朋友 欣賞的朋友們 你們好 是不是很開心啊 這次來到這個活動 好期待喔 跟今天來的身份不太一樣 因為我知道呢 我們在網路上看到 前天在布展的時候 這次也聽說就已經有來看了 我有來偷偷的看一下 這次能夠以這個品牌主領人的身份 來參與我們這次的潮流文化姐 心情大不相同 我覺得心情很興奮 因為就好像看到自己的小孩長大 所以這次又有機會可以擔任這個代理人 我覺得很榮幸 當然我想SMG代表的是一種 什麼樣的品牌精神 因為也可以跟我們台灣的朋友 好好的分享一下 好 SMG其實代表就是一個 Still moving under gunfire 就是在槍鳴彈雨繼續行走 繼續往前衝 你是在形容你這個演藝圈裡面的一些 其實都有 在生活中每個人都會多多少少 碰到很多的這個壓力啊 或挑戰 但是呢你會往往在碰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最重要的關鍵就是 你怎麼告訴自己繼續走 繼續堅持 我覺得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有的氣墊 沒有錯 所以呢當然真的也希望 因為他在這個演藝圈的一些精神 呈現在品牌上面 然後可以鼓勵很多我們台灣的朋友這樣 那當然這次來參與我們這次的這個潮流文化節目 代言人以外我聽說你也參與了很多設計的環節 對其實我覺得這次擔任這個代言 我覺得我代言呢 其實我沒辦法說一次代言這個文化 因為文化太大了 文化有太多的很多的 很多的人一起在經營 很多人一起在努力多年的經驗 然後我其實算是新人 所以我覺得這次能夠代言呢 主要是推廣一個精神 就是Be your hero 做自己的英雄這樣的一個概念 希望可以鼓勵很多的所有的年輕朋友 都能夠相信自己 把握自己的夢想 然後去追求它 而且在這邊呢 辛漢也要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 因為珍姐這個品牌 其實早在這個內地呢 或者是這個喜馬一旦呢 早就已經紅翻天了 現在聽說10月的時候 終於即將在我們的這個台灣台北 要開旗艦店了 是我們最近一直在忙碌這個 在台 就是在接洽 在台灣呢 企劃在大概10月的時候 可以開自己的這個 台北的第一家旗艦店 大家很期待 你看你比下面那些女本 什麼大家的表情都不一樣 你們期待嗎 旗艦店 我跟你講有了旗艦店以後呢 這個意思是代表什麼 代表以後JZ也會更常來到台灣 對不對 真的真的 而且呢 說到這個品牌其實這幾個月 都會有很多新的合作 對 包括像剛剛你提到 一個酷的合作 然後這一次的小手掌 好像也有跟著GENTER 有一些工藝的包包 對對對 因為這次也跟GENTER 做了一個特別的 特別自己去設計 親自設計的款包包 然後這個包包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哇塞 主要是為了做職展 因為我看到好多的人呢 就在網路上面留言說 到底有幾個啊 什麼時候賣多少錢什麼 然後就只有一個 純熟 只有一個大家可以去對面 哇塞 所以要發揮你的愛心呢 一起來幫助別人的話呢 到右邊的館 趕快來看一下那個展 這樣 但我聽說後面那個S&G 還是有一個比較特別的企劃 對不對 有比較一個特別的企劃 可以賣個觀賞 唉唷 因為前陣子呢 我們在這個台灣 有請了我一個好朋友 筆雲康正 也就是在這個潮流界的一個非常 非常鼎鼎大牛 非常大師的一個攝影師 對 然後大家應該都有看過他的作品 然後我們有一次在 在拍會的時候 不小心被拍到 蛤? 不小心被拍到 原本是一個咪咪計畫 結果被拍到 對 那還是今天來 大概賣個關子 所以今天要在現場 給大家來曝光 那今天這個 我剛好聽說 明元康正先生有來嗎 對 他剛好也來 來剛好說嗨 他有來嗎 好開心 他還在後台 請他出來 來自日本的這個 潮流攝影大師 明元康正先生 今天也來到了 我們這個 潮流文化節的記者會了 Welcome Welcome 說嗨 嗨嗨 明元康正 現在中文 好像也都蠻好的 明元康正先生要來發表一下 今次來到這個潮流展 這些心情 你曉得嗎 嗯 今天 突然到這裡 來 初來 來到這裡很開心 很開心 對 我已經快要來 但 我希望大家可以 好開心 請 請 因為呢 明元康正先生 他馬上要去台中 來進行這個一連串的活動 但他今天 為了要來挺我們的酷爆呢 也特別來到 我們這個聽者會 熱情的掌聲鼓勵一下 好嗎 讓大家非常期待的 未來的 我們JJ 跟明元康正的設計 我們快速的宣布一下 我們現在幾個月 會跟他們合作 一個 我們 SMG跟明元康正 跟一個日本的 非常非常 可見的天團 魚子團體 會合作 哦 是天團 我們現在馬上來看一下 這個設計圖 還沒有 還沒有 這麼快的話 又沒問題 今天重點 好 謝謝 這是我熱情的 謝謝 是 謝謝 哇 所以我們今天 可以說 聽到JJ對於我們 台灣的潮流街頭 變成一些動態 其實你也很注意 而且很重視 我非常重視 我其實 能夠加入這樣的一個 大家庭 一個效果的大家 我覺得很榮幸 因為我其實 我的品牌 其實也算是新人 所以我還是希望 按著比較學習的態度 跟很多的前輩品牌們 一起合作 一起學習 您太客氣了 不過非常開心 你能夠來到我們 台灣的六千頭文化圈 希望以後能夠 多多的看到你們的作品 或者是常常看到 你的身影 但今天我們這個 酷爆的這個 有準備一個驚喜的大禮要送你 你可能不知道了對不對 什麼禮物 當然要先賣個關子 不過這邊 我們要先邀請我們這個 酷爆的藍總編上台 耶 是 今天到底準備了什麼 大禮物 請藍總編來跟你講 好了 先心情來講講話 來 大家好 大家好 在我訪問過的藝人當中 那個態度 跟那個 那個 那個熱情 最讓我感覺 非常深刻 就是JJ的訓解 那我們這一次 我們這一次 因為潮流展的關係 跟JJ 還有那個 Overkill 有 一款 這個潮流的英雄波 是迷彩的一個Style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酷 那在這邊也跟大家 鄭重宣布 庫爆會跟JJ聶傑 會有一個潮流的專欄 所以JJ就變成了一個潮流的 observer 觀察家 那我覺得 呃 這是一個非常 好的一個 一個 合作 那 也期待在未來 會有 更多更多的合作 那別忘了 就是說 JJ 他在 十月這樣有一個旗艦店 而且他今天 七點 也會有一個超酷的 的一個 演唱會 好 OKOK 剛剛 開了半夜 是 是 對我覺得 剛剛提到的這個專欄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專欄 其實我也有 一個新的管道 一個新的平台 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 生活 我覺得 好的東西 或者是我覺得最近 大家可以去關注的東西 我覺得不管 不限 不受限制的去分享 我現在是 做音樂以外的另外一塊 我覺得 一個創意 對其實真的很開心 那代表我們JJ對台灣的 這個市場的重視 不過呢 今天剛剛的這個金錢 你怎麼可能還沒有提到 就是呢 JJ你知道嗎 你上一期 是不是我們這個酷爆的 這個封面人物 封面人物 封面人物 對 我跟你講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是這個 親兄弟要名算 你知道酷爆上半年度 上半年度的 這些這個封面人物有誰嗎 很多人 很多人喔 什麼大嘴巴 好朋友小豬啊 小鬼 柯友倫啊 都有喔 都有喔 但是 我們要攻擊我們的JJ 是我們這個 2011年的酷爆的上半年度 封面的 No.1 就是你那一期的銷售量是 祝贏的 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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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真的好開心 很開心 真的是謝謝支持我的朋友 支持酷的朋友 謝謝你們 所以今天酷呢 有準備了一個這個白金封面呢 要祝賀JJ成為新一代的 潮流星天王 要請我們的藍總編呢 來將這個呢 送給我們的JJ 哇 哇賽 對 獨一無二的 謝謝 哇 這一期呢 是我們這個 2011年的上半年度呢 銷售量最好的一期 當然也要崩潰我們的JJJ 未來呢 會以這個平台的這個主演人的身份呢 在台灣呢 跟更多我們潮流的同學們呢 好好的來見面一下 是 那我們謝謝我們的藍總編 謝謝